我的女儿13岁了 她很容易和熟悉的朋友交流 尤其是在外面 特别是陌生环境中 比如说在教会 害怕与比她大的孩子主动讲话 原因是如果她主动 和她比她大的孩子讲话 如果其他的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显出不感兴趣 甚至是不搭理 她会觉得很受很难为情 那请老师给出一些建议 如何引导我的女儿 与不熟悉的比她年长的孩子 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个我觉得说 真是不用担心 因为我想 其实应该是心理学家的 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说 孩子长到一个程度 他自动地会去 接触他想要接触的人 他觉得他 有安全感的接触 他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岛不是用很 不用担心 当然你做父母都可以 用到很多资源 像什么样资源 就是带他到不同的朋友圈里头 对不对 到教会里头 认识不同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然后建立一个 小小的body group 然后就可以常常的一起出去玩 或者你可以请他一些大的朋友 每隔一个月来家 吃吃饭 玩玩video game 或者去看个电影 所以你可以帮他建立这个环境 建立这个环境 然后你可以到Google search Google search How do I help my daughter making friends 然后一下子几百篇文章就出来了 就看一看 然后今天哪个最好 你就使用就是了 Google是最好的老师了 因为一般来讲 Google都是很正派的 OK 然后在上面教的都 坏的他就全部把你拿掉 Google坏的也会把你标准掉 然后在教会建立一个很好的 环境是很好的 教会你的环境是很好 因为他是完全受到保护的 那教会里头基本上都是非常正派的 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都在教会 然后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你们家一起玩 像我们这有个小女孩 很 我们教会有个小女孩 很 很畏畏缩缩 这是她个性 然后 我们就请牧师 找了两个body girl body就是她的好朋友 跟她建立好朋友 后来她去大学了 就全部改了 笑嘻嘻的了 很有信心了 对 轻松建立信心 其实我看到这家长问的时候 其实她本身已经是很容易跟别人交朋友 这个是非常重要 很好的一个祝福 那我平常都是从正面开始 肯定她已经做得很好的 然后呢慢慢扩展她的朋友 能够跟年龄比较大的 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也希望孩子有各样不同 跨世代的老中青 有这样一个建立关系 可是我会从她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 来肯定她 哇 你跟这些的童年的朋友是怎么样的 那么好的处理 然后呢 当她感觉到有跟一些年龄大的 有一些挑战的话 有机会呢 怎么用同理心 来跟她的经历 来去沟通 说啊 真的不容易 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压力 可是要按着刚讲 明老师说要轻松 不要紧张 你紧张她又紧张了 这个不是个大事 其实她已经很有福气 也有很多的祝福在当中 可是如果她想要扩展 怎么跟一些大年龄比较大的 然后也超越面对这样正面的一个挑战的话 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那你就可以有同理心 讨论她的感受 然后慢慢的又肯定她 本来已经很会沟通 也很会跟这样的年龄的人相处了 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些的经历 正面的应用在一些不同年龄的话 比她大的 就是如果对方可能不搭理 这些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都是一个所谓的teachable moment 教导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是有的时候 别人不一定是跟我们有同样的看法 那也是要学习说怎么去接纳 怎么去明白对方 怎么换位思考 这些都是一些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 可是我是比较从正面的 已经有的 祝福她 继续倍增 还没有的 我们就说我们是成长的空间 怎么肯定 用着已经有的来学习 也要怎么样了解 建立关系的时候 有不同的看法的 怎么去建立她的信心 然后也在整个过程当中来祷告神 经历神 然后也看圣经怎么教导 给我们一些的智慧 好 林娜老师 我觉得我不知道 就是每一个孩子 可能他的天性个性不一样 确实是有不一样 有些小孩子 他们不是没有朋友 他们呢 只是有那么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是很接近的朋友 有人交朋友是会交很多朋友 有人可能只交几个亲密的朋友 剩下呢 他不认为是朋友 但是也是可以打招呼 可以讲话的 这是一种类型的人 还有一种呢 就是到处都是朋友 但是可能没有比较 至近之心的朋友 也是有这样类型的孩子 那我觉得 如果父母提出这个问题呢 我想可能是 先要让孩子 就是你问问孩子 他本身 他觉不觉得孤独 孤单 没有朋友 他的对这个朋友的感受 是什么样子 因为通常呢 很多父母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孩子如果是个内向 妈妈是个外向的 他就会认为 他孩子没朋友 因为孩子没朋友 叫妈妈 他并不像他妈妈那样 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 刚才一定老师和蒋明老师 都分享得很好 不过我是想提醒你一下 到底是他的需要 还是你的需要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孩子 在各地方受欢迎 这不是他的需要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 这个你要特别小心 然后你这时候 再去努力地帮make friends 你就等于是让他 非常地痛苦 很紧张 就是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要提醒的 一件事情 那在接下来 如果他也觉得 他很孤单 OK好 那我们就是要帮忙他 那如果他觉得 他没有朋友 很孤单 很孤独 那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 祷告是必不可少的 那神如果要预备的话 那无论他在哪里 都不会缺乏朋友 我想 这个我们讲过好多 好像问过好多 类似的问题 怎么样交朋友 那为孩子祷告 求神给他预备朋友 这是一定是我们 因为他13岁 他的朋友 是非常的重要 为了交朋友 而交朋友 可能交上的朋友 并不是我们 想要他交的朋友 这也是一个 未来的难题 所以如果在祷告里 先求神 给他预备朋友 那让他自己也祷告 让他自己也祷告 求主给他预备朋友 这样的话呢 他借着祷告 他也会跟别人 沟通的时候 更加地有信心 因为这个孩子 如果第一种排除了 他很孤土 可能他有13岁 他可能有一些自卑感 或者是没有信心 或者对自己的 可能某一方面 自己不喜欢 那也不敢去跟别人 也不想跟别人 怕丢脸 怕出丑 怕又害羞 就很多里面 内在的东西 那就 真的就是 让他自己 也能够祷告 假如他是 他是基督徒 如果不是 刚好是个福音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关系 都是从神来的 那我们在世上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也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让他重新去认 在信仰里面知道 朋友到底是神 给我们预备 什么样的一个祝福 那这也是 对他来说 也是认识信仰的过程 那接下来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可以 找他喜欢 先从熟悉的人 一个小圈子 三四个熟悉 大家非常好 再来一个不熟悉 一个玩一下 慢慢熟悉了 慢慢再来一个 不熟悉的 一点一点的 慢慢来 我想各种方法 你都可以随便地用 但是首先你要 排除一些 比较就是不容易 浮在表面上的 这些的问题